让个昨天看不清你同命运的脸 是从前来背起我的眼 和谁距离还远 反笑时间让我来到这世界 在这心中和你会远 如果剧情可以再重演 再落不一切 看不让我飞进你的眼 还是已经还还忘 飞光之间就带着不幸运 这边和你眉眼相见 空缠有爱 这可不认的心不见 空缠有爱 今生不明相远 就算记忆会沉洁 就算记忆会搁浅 你来使我心身处 谁在不得从前 日本人呢 毕竟是外国人 他们能够侵略中国 但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治理中国 我们只要跟日本人合作 听他的话只有好处 不会有好处 大哥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满口汉奸论调了 汉奸 在日本的占领区 做顺民做王国奴跟这汉奸有什么样样 还不都是一样为了生存活命 你有武器 你是跳黄武将 你有器杰 像杨俊兄弟一样找死 哦 你爱国 好啊 到重庆大后方去 正非 小市民小老百姓才能做顺民 因为他们无足精英 我徐大才是有头有脸有地位有身份的人 我不做汉奸 那我就像杨俊兄一样死路一条 你叫我选哪一条 我只记了 当初任朝瑞投靠日本人 大哥你不使他成为汉奸 爸爸逼逼无耻 你的原则是 正非 等日本人逼到你头上来的时候 你再责备 我没有原则 我的原则就是能生存活命 不管是在上海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要先种的能活命 有未果 这就是我唯一的原则 否则你还来不及出人头地 就先灭兵 我不杀杨俊雄 他也是责 日本要你杀杨俊雄 他要我灭了他的事 你以为我没出行 要当汉奸 要当日本人的奴才 我有我的算盘 日本人利用我 我也利用日本人 建非啊 现在正是我们巩固 上海地盘 设立的最好世界 日本人占领我 中国不会太久 等他们走了以后 上海逐渐就只剩下我们的势力 一枝独秀 一粒不搖 呼风欢与风光露点 到那里 我们要权要势 要名要利 就再也没有人跟我们争了 嗯 我太低估大哥了 本来正非以为 大哥没有考虑到 上海滩去掉了杨俊雄 会骑士大乱 各方地盘重新分配 既然会引起华人自相残杀 让日本人的力量趁机深入控制 原来大哥早就考虑到 租界已经没钱 大家的生计已经够苦了 这一乱不是更惨吗 我们要温饱 也要让别人有饭吃 大哥 现在其日吃点 我们要先顾全大局 先讲义气再计较私利 就是因为情势不好 身死关头了还讲个批的义气 人不足思天中地灭 更何况现在 不到生死关头 讲的义气全是狗屁 看来 我没有必要再为你卖命了 诶 现在正是我生死关头的时候 你去牢而去 这算义气吗 义气 义气 你拿义气来威胁我逼迫我吗 你要我讲义气 你就可以对杨俊雄不义吗 我们俊雄不过是个外物 我就是他 上海其他的人 跟我们也都是厉害关系 商场上讲的就是你 彼此厉害相对 你本来就得拼死你死我 还谈个批的 只有我们自己兄弟才讲你一切 你扪心自问 和徐大阁对你哪里讲不明 是你收出任何言 你掉头就死我 我徐大阁是 无怨无悔无恨 还陪上你一条命 如果我兄弟还有义气 你就帮我去对付杨俊雄 真奇怪 我们两个人用义气 在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会 杨俊雄 我就合着非法 我大哥恐怕没时间跟你见面 我也遗憾 也没什么事情 杨俊雄你是聪明人 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处境 请小心 不客气 我今天终于跟电影公司老板翻脸了 我今天终于跟电影公司老板翻脸了 他今天又拿了一个剧本要我再演 我就生气了 我说啊 金本世界没上瘾以前 我不配合公司 是我对不起你啊 我还欠公司一部戏没拍 顶坐照合约赔偿就算了嘛 为什么要逼我再演呢 我说我要结婚 又不要红 我就告诉他 今晚世界的首映典礼上 我就要宣布吸引嫁人 他说要告我耶 我说 我的新郎官 可是个大流氓哦 嗯 凤依 我们离开上海吧 我要离开许大财 这什么事 他出卖你了 我怕他要我对付别人 他跟杨敬雄之间 再来会有事的 云秋嫁给了杨敬雄 我能跟他成为对头吗 你们两边怎么变得这么严重呢 日本 日本开始要清理租建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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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郭導演, 你說什麼? 郭導演, 你說什麼? 郭導演, 你看著 you, 你會怎麼回事 阿妩, 郭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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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導演 郭導演, 郭導演, 郭導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醒了 我管你 他不是被捕了 就是被杀了 我有好多同事都联络不上 我那一组的人可能被一网打尽 我不是你们地下工作人员呢 日本人并不知道 他们奔了好几路 一起出动 把我们全部逮捕 我不知道 他已经监视了我们多久 如果 如果 如果是在出界沦陷之前的话 你很可能就被怀疑了 那 来主我的 就是那个钢村 我 当初 我 我要是没找你开电影 你没认识我们 那就好了 你 你这样一生路 没想到去害了你 人跟人相识 是缘 人生的遭遇 也是命运 都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又何必在意呢 我那几个同事牺牲了 他们是求人得人 你不懂 你不过是个善良的女孩 莫名其妙的 给我扯进来 又莫名其妙的要送掉命 本来还高兴 你今天手中典礼上 要宣布退出隐藏 跟你所爱的人群结婚 一起离开上海 没想到 如果日本特务机关 真的要抓你 现在全上海 都是你电影宣传的海报 你躲就躲不掉了 你躲就躲不掉了 现在上海市 没有人不认识你 那 那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吗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但是 就懂你的运气 和你的演技 你 在我衣服空袋里面 有一盒药 拿出来 这里面 有一张单子 它不是说你带 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是我们同志千辛万苦 从日本特务机关里面 弄出来的 你愿意要帮我 把这份情报 送到我另外一种同志的手上 跟我 可是我不认识 你为什么不是 你为什么不逃啊 我这样 怎么逃 我离开上海 这份情报 就送不到其他同志的手上 而且 跟我街头的其他同志 我也不认识 但是每个礼拜天 中午十二点 在上海外滩公园 编号 二十三号的街灯底下 有人会在那边等我 每个礼拜 都是不同的人 手上拿了一份神报 还有 雨衣扇 神报 雨衣扇 我还把它送到 那 那你快逃 我逃了 你被捕了 谁也没法 把这份情报送出去 嗯 所以 你必须保住自己 不被日本人抓到 雨衣 你必须出卖我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害你 你必须出卖我 你自己才有生路 这份情报 也才能够平安的送到我们其他同志手里 所以 为了这份情报 我们已经欣赏了两个同志 他们的命在这里 我们也是 而且 我必须要还你生命上的安全 你将一切 善良 你一直帮了我们很多 我不能够到最后 让你连命也帮掉 可是 可是你自己的命呢 日本清了我国 已经死了多少同胞了 我的命又算什么呢 如何 如果 能够换得你的命 和这份情报的安全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份情报有多重要 不知道 也许 可以扭转整个的战局 也许送到重庆之后 已经基本不值了 这世界上 人就是这个样子 做一些你认为应该做 值得做的事情 而我们都不会知道结果的 好 我批死 也会把他安全送到你们 你们同志的手里的 你放弃 谢谢 谢谢 mesem 你 你说 是 我 是 可 母 郡和美女,只要多跟你相處一點,就會喜歡上的。 您說怎麼會的呢? 你們! 兩方妖,沒有想到你還趕回來。 你們可以怎麼收我? 因為,我早就知道你是地下抗日分子。 我早就想唱病了。 我,我不是抗日分子,我是被逼的。 我可以告訴你,張琪藏在哪裡? 告訴我,分子在哪裡? 我告訴你,你們如果讓他逃了,他就會派人來殺我。 你要保護我的安全,我才告訴你。 他要我跟他遠走高飛。 他說他愛我。 他說,他可以把我捧紅,也可以把我毀了。 我要出人頭地嘛。 就只好一切都聽他的。 我早就知道他是抗日分子了。 那時候,我就想向您報告。 可是,可是,可是沒想到趙琪藏。 他居然那麼狠,把我騙到了飯店。 還讓記者帶著我。 讓我上了報。 把我毀成一個隨便跟著上床的爛女人。 他說,不會有人再要我了。 所以讓我嫁給他。 你騙不了我。 不要以為你的眼睛好。 就虎得過我。 我。 我如果是抗日分子, 我為什麼不跟他一起逃走? 為什麼還要把回來送死呢? 我。 我這裡你們都全都騷電了。 找到什麼沒有。 如果我是抗日分子, 我為什麼不利用先生的機會和關係多接近你。 多接近你們日本特務機關。 好,收取情報。 好,通知他們快點逃走。 如果我是抗日分子, 我為什麼不多接近你? 還不敢理你? 還要一直躲著你? 你說, 你說抗日分子會這麼笨嗎? 你跟那個趙琦的桃子的新聞見了報道。 他就沒有辦法再要挾你什麼了。 為什麼不向我報告? 好,拖了一個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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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死嘛。 在飯店的時候, 他讓我跟那個從前來的人見了面。 他。 他。 他要警告我說, 要是我出賣他們, 他就要跟你們聯合起來。 指控我,說我也是抗日分子。 而且。 而且重慶方面也會帶人來殺我。 不管怎樣, 我都是死嘛。 你說, 我敢不聽他的媽。 那天那個重慶分子 已經被我們給抓著了。 這麼說, 我見安全了。 那,那你們趕快去把他抓起來。 他在花刀影業的第三片場, 我剛剛還送了路費給他。 他現在受了傷。 逃不了的。 哦,對了。 我還忘了恭喜你今天的首映典禮。 聽說, 你要吸引家人了。 好。 有眼淚。 我會忘了你。 我會忘了。 他會忘了。 你得到赤子瓶里。 你得到邪門的心一匹。 你也許會沒有。 他領送了。 你要聽說, 彼此違法告被人去哪裏。 他領在马陈。 他要記得下手。 我也是這麼著急。 然後現在又沒有。 那架去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银 凤银 怎么还没打扮好 你不是说下午三点有手运点礼吗 这花是阿龙替我买了线给你的 好肉麻 插起来 插起来 阿龙出的烧主意 凤银 门锁怎么坏了 昨天我忘了带钥匙 连接帮我撞开的 还来不及叫你买修呢 我还以为是楼下那些记者或者是乙迷 他们刚才还问我 你今天是不是有事情要宣布 他们还说 搞不好是电影公司弄了宣传花招 我才不会告诉他们呢 你快打吧 我来帮你修 我来帮你俩 到记者会现场 你只要负责给我叮嘱柳凤英 看他跟什么人交谈 接触 全通过记下来 我一定要清查 这样 我们才能够抓到更多的地下抗日分子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抗日分子吧 赵齐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爱国志士 他不会用卑鄙的手段 叫柳凤英帮他 他也更不会利用逃色新闻 让他嫁给他 柳凤英向我说了好话 为什么呢 但是 他出购了赵齐啊 赵齐曝了光 牺牲到他 可以保护柳凤英的安全 地下工作便可以进行了 那就把柳凤英直接到我手过呢 我还没有摸清楚 也许 他只是一个负责传递情报的小交通 抓他没有什么用处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他跟什么人接触 我也更怀疑的是 也许是柳凤英 他是一个层次更高的地下工作人员 为了保护他 赵齐是可以被牺牲掉的 无论如何 现在不能打草惊蛇 我们才可以查出来 他们掩护柳凤英的作用 你赶快派人员 到这个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去 嘿 喏 你不能去 他见到我们会起义的 嘿 有没有 会儿 有没有 有我 有 有 译 有 tips ır es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吸引了 不再想像我一样 业鸣满街 被人笑了 我跟云秋都知道 过瑜她是冤枉的 我已经不想再追究实情怎么样 过去的 就让她过去 有没有结婚 两个人从今天起 就都给我活得像样 忘了这里 要到香港去闯天下 就快点给我滚 燕小姐 等你们忙完了 跟云秋一块到我那儿拒绝 我跟燕小姐 非法留下了 你来干什么 恭喜恭喜啊 新天威应 先轰动了 一定是大大外做的 你跟张老板谈什么 我呢 你帮他留住了凤云里 我就跑不掉了吗 你几时跟张老板合伙了 几时又投资起拍电影了 三年十部期 每部期的片酬比张悬蝴蝶还要高 谁不知道你打什么算法 张老板要留住他 我要留住你 当然我们认为这笔投资是值得的 我们也以大的制作 拍彩色有声电影 我相信一定可以把你捧成全中国最红的大名情 张老板 记者会就开始了吧 可以了 可以了 你们先下去 石瓶 我想补脸庄 张老板 你再帮我三年 这三年对我最有重要的 张老板 我先不会领会他们的 待会儿等其他招待会完 我们一块儿走 你不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吗 几十当情记者来了 我不是认错人了 到处他送大炳东走来 还见过我酒的 到处都是日本厕所 搞什么玩意 你考虑一下 这三年下来 你名也有了 力也有了 够你跟郑飞两个人 舒舒服服的过一杯 那以后呢 你跟郑飞两个人随便到哪儿都无所谓了 我觉得不太大 我只是在这三年特别需要他 你们两人在上海的前途啊 是一片美景啊 要是把这些都放弃了 实在没有道理 我不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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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我是华宝允乐总事长张川生 谢谢各位记者先生光临金粉世界的首映 现在请我们的美艳巨星 女主角柳凤英小姐跟大家见见面 谢谢各位 金粉世界这部电影呢 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多多宣传多多捧场 我们美艳巨星柳凤英小姐 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谢谢各位嘉宾 相信大家早就急着想证实一项传言 那就是我拍完金粉世界之后呢 就要宣布吸引嫁人 外界传言 我是不满电影拍到半途 角色由天纯玉女改成艳蜜的角色 所以来吸引 其实我必须要澄清这件事情 我个人对风情热蜜的记录其实蛮能接受的 金粉世界的演出 我个人也非常的满意 希望大家在看完首映之后 都给我指教 都给我批评 谢谢 是的 我一直就打算在今天宣布实影 我特别要声明的就是 这绝对不是电影的宣传 但是 一直到刚才 我终于被张老板的诚意打动 决定再为华宝演出三年十部戏的电影 暂时 暂时不考虑结婚呢 我特别要声明的是 这决定是刚才进入以后才做的决定 人生就像戏一样嘛 就是变化万千 连我自己都没办法意料 我想 各位一定会责怪我 出我反我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很抱歉 谁叫我 我实在是太热爱我的演艺生涯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记者会到此结束 现在请各位呢 到戏院 观赏我们的 金本世界首映 现在就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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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敢相信 我还不敢相信 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 这简直是个噩梦 一个噩梦 别这样 等一下王大英就明白了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他变成一个 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你一两钟头了 什么话也不说 我就这样刚耗了老半天 你们怎么啦 怎样呢 先去舞厅啦 我可是帮的新婚丈夫不陪 真能陪你啊 他拉着脸不理人 你也到武厅去玩吧 我们有事要来 没有你的事 你不是有个会陪你玩的丈夫吗 你怎么不去玩呢 不好玩了嘛 我要跟他离婚 你少烦我 有工艺人呢 不晓得 我一直等看完了电影才出来 擅长的时候 我还到处找你呢 他的电影的确演的不错 要是不让他再演下去 就是太可惜了 就算你再跟他签个十年八年 我也不会留在这里 你何必耍这种手段 不错 我是对你用了点手段 只是我没办法留住你 不得不做最后一搏 可这真非啊 我赌赢了 见了名利没有不心动的人 你这刘封英还不是一样吗 你就不要再听他的话 离开这儿了 因为现在你知道他也知道 我徐大财可以给你们荣华富贵 你们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什么 他留下来 你也留下来吧 现在的凤云就跟当初的我一样 知道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但是现在的我就跟以前的凤云一样 知道你会带给他堕落 本来我想离开你 只是不想帮你对付杨进去 我怕对不起尹秋 可是我还是当你是大哥 现在 我是真的不想留在你这里了 就算是一天一小时一班任务都不愿意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事我都不管了 我会把父母一起戳走 你还那么别他 他今天已经放弃了你的爱情 放弃你的婚姻向名利投降 像这样的女人还值得吗 我不管你觉得我对你的手段有多卑 从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把你的金星帝眼看待 我没有付过 没付过吗 以前是没有 可是今天 今天你拿大米兽钱零件我跟他 还不算付我 你这样对待你七兄弟的吗 你怎样相当的 是要这个人 我看到你 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 我怕你 你怎么会去那种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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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宋,街上,两个日本便宜特务一直守着我 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 赵琪死了,她那个摄影师也死了 他们都是爱国的地下工作人员 昨天,昨天这个时候,他们还活得好好的 现在全都死了 我现在告诉你,我和赵琪闹丑闻那一天 是帮他们送情报做掩护 现在日本人已经不会放过我了 不要乖的,让他们看不到我 你懂吗? 我现在,是他们的一个儿 他们不择我,是小烟火掉到更多的抗日分子 所以,我现在只能活在亮处 当你爱,他们就会怀疑我 觉得我们鬼鬼祟祟,就会开始怀疑你了 我好怕 我好怕 好怕我,我身边的男人全部都被我连累 有我在什么都不要怕 凤姨,你怎么在发抖 你怎么会像这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没弄懂 能不能,你先让我哭 我很希望对着你大哭 凤姨,你一个人憋了多久了 你沉住了多少压力 你为什么不想过我呢 你为什么不想过我呢 你没看呢 大概是军事部署图之类的吧 拍电影,看外景 倒是很好的身份掩护 你临时决定不退出乙潭 就是为了送这个情报 不是 是我发现 我根本就逃不了了 我出门了赵琪 以为骗得过大剑中座 没想到 反而被他骗了 也许 日本特务的你的烧 只是怀疑你 也许吧 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 直到才拿重金找我签约 你跟燕霞姐还有云秋 不在意的先走了 我才发现 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你们都放心我不会贪图名利 那么大剑中座 会相信我想成名 想走红 被赵琪要挟呢 大剑中座 他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也他知道我过去的起伏 我跟他说的一切的话 只会让他更确定 我也是爱国分子的 郑菲 只要我提起行李 要离开上海 就会立刻被捕的 我来安排 我还记得 星辰向西方了去 我还记得 星辰向西方了去 我还记得 星辰向西方了去